威威大国 悠悠五千年闻名 究竟承载了多少历史的变迁 泱泱华夏 细数风起云涌 不变的是中华儿女的爱国真情 他们是中国唯一的混血族群 是欧洲人的后代 远远望着中国人 他们有着不同于亚洲人的混血面貌 高鼻大眼的面貌 仿佛在印证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然而当他们一开口 流露出的却是地地道道纯正的粤语 如同一个婴儿 在诉说着自己与祖国母亲 不可割舍的情怀 他们就是在澳门土生土长的葡萄牙后裔 土生普人 马可波罗游记中 对神秘东方的精彩记载 让西方人普遍认为 中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 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贪欲 西方许多国家 纷纷派遣航海家开辟东方的新航路 来自葡萄牙的达迦马就是当时奉命出海的一员 年轻的达迦马当时或许并不知道 他这次的航行不仅开辟了一条通往东方的财富之路 更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随后被记载下来的是历史书上勃勃的一页 是西班牙的崛起 在西欧国家试图在海上苦苦寻觅一条致富之路的同时 中国开始实行海禁政策 闭关锁国被锁住的不仅是财路 更是当时人们陈就到不堪一击的思想 1498年 当时的达迦马已经控制住了印度沿海地区 而1535年 民政府才开始允许葡萄牙人在我国澳门附近 进行一系列的海上贸易 无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国家总是贪婪的 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同我国进行商业往来 反而变本加厉 收买我国地方官员 以上岸晾晒海水浸湿了的货物为借口 竟开始长期居住在澳门 土生普人的身世也开始渐渐地清洗了起来 有时啊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 改变的将是无数人的未来 伟大的航海下达迦马应该也无法想象 自己的一次航行竟会导致欧洲人在遥远的古老东方 留下了一只血脉 也就是居住在澳门的土生普人 作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大国 中国拥有许多个少数民族 其中有着许多在面容上与传统汉人不同的民族 例如维吾尔族 但是维吾尔族早在十六世纪便已经融合完成 后来又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而土生普人则不同 他们是中国现存的唯一的混血族群 这特殊的身份与他们特殊的来历息息相关 在古代 女人的命运往往就像大海里随波逐流的一只小船 她们被时代的浪花拍打着席卷着 命运的大手总是能够轻易地把她们脆弱 而又柔软的生命无情地摧毁 当时那些穷苦人家的女儿 往往会被卖给居住在澳洲的葡萄牙人做奴隶 当时的中国人本就把外国人看作外来者 不屑于他们交流 那么他们的奴隶的地位就只能更加低下 被玩弄 被抛弃 当人类的尊严与最基本的生命安全发生碰撞时 又有谁还能在乎自己的灵魂呢 这种糟糕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869年 葡萄牙国王宣布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 贩卖人口的情况终于得到了真正的改变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在澳洲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与中国人组合成为合法的家庭 这就是土生仆人的由来 站在历史的尽头回首望去 那段被奴役的时光从来不是平静的 或许与绵长幽远的时间相比 那不过是沧海一宿 是一粒小的不能再小的尘埃 可是对当时被奴役的每一个人的一生来说 那都是一段绵绵久远的苦意 是令人窒息的痛苦回忆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民族 在新中国的不断努力下 1999年 遗失了446年的澳门终于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土生仆人作为欧洲人遗留在澳门的后代 也正式有了自己的身份 他们是中国人 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混血族群 曾经澳门的统治权在葡萄牙人手中 他们不断承袭政府机构的职务 还以着职务之变大肆弘扬葡萄牙文化 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故意摒弃在外 然而我国悠悠五千载文明 绝不会因此衰落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将自流 当时的葡萄牙人就如同那只凤凰 即便来游玩也不过转瞬之间便消失了 如今不过是凤去台空罢了 而我们中华民族就如同江水 任风雨吹打都不会断流 因为有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 一代一代永远地将它流传下去 我们会以包容开放的心态传递自己的文化 正如当代的土生普人经过数年的变化 不仅能够说出一口纯正的粤语 还适应了华人社会的生活习俗 他们的餐厅会摆在中式的红木桌椅与茶几 上面还雕刻着精美巧妙的龙凤图案 客厅上会挂着中国的水墨画 书架上还会摆上地地道道的景泰兰花瓶 如今的土生仆人妇女 苗条美丽 举止自然 还会做得一手好菜 比如大家熟知的演员李嘉欣 就是一名出生在中国澳门的土生仆人 作为优秀的土生仆人代表 他不仅自身业务能力突出 还曾出席义卖活动 为青海玉树筹得善款 或许啊 这就是我国辱学大家孟子所强调的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这说明啊 无论我们的人民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困苦 最终这把文明的生活 都将再次传递到我们的手中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 现代社会中 像李嘉欣这样优秀的土生仆人 并不在少数 他们作为中国唯一的混血族群 代表的是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承载的是独特的历史风貌 目前的土生仆人大约有两三万人 其中半数居住在澳门与香港 他们有着亚洲人的特征 还说着一口纯正的粤语 早已成为了中国人的一部分 澳门无疑是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 这与土生仆人的贡献息息相关 青山一道 同风雨 明月何层是两乡 不得不承认 澳门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碰撞过的城市 作为这座城市土生土长的土生仆人来说 他们传承的不仅是一段历史 更是一种特殊的习俗与文化 他们尽管拥有着欧洲人的血统 然而他们的语言与文化 依旧流露出他们内心 仍然在爱着我们的祖国 不论是否隔海相望 抬头看到的都会是同一个月亮 所属的都是同一个国家 这是土生仆人 同我们永远无法割舍的血脉亲情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中国神奇的混血村 遍地金发碧眼的美女 却说着流利的中文 其实这个村子名为红江村 地处我国黑龙江省黑河市 迅克县边境一带 与俄罗斯寻有一和之格 村子里的人都有着蓝眼睛 高皮梁 街上的美女也是金发碧眼 身材高挑 与俄罗斯人非常的相似 被人们选为俄罗斯民族村 但有意思的是 村里的人虽然都长着一副欧式的容貌 却人人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而且非常讨厌人们把他们当作外国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说起 俄国十月革命后 由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建立 引发了俄国的南明朝 再加上后来的大清洗运动等多种原因 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背井离乡 先后迁入中国黑龙江境内 然而啊 等到国内战乱平息后 一些壮年的俄罗斯人狠心离开了中国 却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留在了这里 这也与中苏曾经的历史有关 在中国的国家间内村子里的女性只与中国男性结婚 希望可以摆脱身上的俄罗斯血统 而且口口声声强调自己是中国人 说着流利的汉语 仅仅希望得到中国人的承认 其实啊 曾经的历史问题不应该被带到现代社会中 而且目前中国与俄罗斯两国交好 来往密切 更不应该歧视这些混血村民 尤其是他们从内心认定自己是中国人 更应该予以鼓励和支持